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经常吃的一款自热小火锅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小实验 我们将它打开后 把这个孔给堵住 看看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们将这个孔 出气孔给堵得严严实实了 把这个发热包打开后 放进这个盒里 然后进入进行加水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盖上 过一会看看它这个 开始膨胀开始加热后 它是会形成一个怎样的现象 我们现在把这个有毒气体探测仪 放置这个蒸汽盒里 我们看看这个含不含有毒气体 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报警了 说明这边的气体里含着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然后我们大家使用这个小火锅的时候 不要在密闭空间 还有狭小的室内空间使用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实验室 把这个发热包打开 然后倒到这个空瓶子里 加上水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好 我们加上水 好 我们盖上盖子 现在在我手里我已经感觉到这个 这个已经开始膨胀了 大家快看 它在这个瓶子里不停的沸腾 然后这个瓶子已经变形了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它发生了一个小爆炸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朋友在使用的时候 大人一定要在旁边进行看护 不要让小朋友轻易的去做这种比较危险的实验